Alexander Fleming Wait,晚上还有一个人叫Alexander 在那个PP里头有一个阿姨叫Alexander 哦,叫Alexander的人还是蛮多的 以后叫亚里善大人真的很多 我们以后去找一找都有哪些有名的叫做Alexander的人 好不好 今天介绍这个人叫亚里善大Fleming 他是1881年到1955年 非常重要的人 是在药物这个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人 他在1928年发现了一种抗生素叫青霉素 又叫Penicillin 这一发现开创了抗生素的领域 就在之前比如说可能被细菌感染了 被得了一些肺炎啊什么的 好多小孩可能就因此而失去生命了 但是他发现了这种抗生素以后 你就能对抗细菌 他怎么做的 他怎么发现的 应该就是他因为他是一个科学家嘛 他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 哎,提取了一种东西以后发现 显微机上一看细菌变少了 他也觉得哎,这个东西可能是有 能够抵抗这个细菌的 然后他又在不停的反复的做实验 确定他是有效 然后慢慢的在人体上做实验 发现真的治好好多肺炎呀 或者有的甚至说 比如说腿上受伤了 然后 我有时候那个发炎了 有时候我弄那个纸的时候会滑到那个手 哦 有很长这样很长时间的 我已经发生过好多次了 需要小心是不是 嗯 尽量不要让自己受伤 嗯 所以他是一个对 抗军领域治疗 非常大贡献 做出非常大贡献的一个人叫做 Alexander Fleming 我们认识他好不好 记住他 OK 以后我们会介绍更多对这个世界 嗯 带来很大贡献的人 我们不停的去了解他 OK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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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ace